据这位朋友的一些表现 我们给他的体内的垃圾 先进行中医的垃圾分类 现在我们产生的垃圾分类的情况是 牙床疼 还有口气 还有小变黄 被分到了我们的热 对吧 然后再看一下这里边 湿的里边有大变 挂尺子 还有齿痕蛇 被分配到了这个湿里边 古老师说这个分类非常正确 这个症状表现呢 应该是中医比较典型的这个 湿和热的一些这个症状表现 我们讲啊 湿啊 在体内是湿性粘质 湿性粘质啊 一方面是讲的 它的症状表现 就是有黏黏糊糊的 你看这个大便挂尺子 不好冲 如果要有痰的话呢 痰特别粘稠 这都是有湿的表现 第二呢 湿性粘质呢 也提出这个病程啊 比较长 它不太痛快 不像其他的病血 一下子能去除 去除湿血的这个 治疗的过程啊 比较长 所以说呢 就得 这个 就得从医生和患者 都得 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你要是 一下子猛攻这个湿血 还容易伤人 就得慢慢悠悠的去湿 这是一个湿的特点 那么热的特点呢 一般我们说热和火呀 是相伴而生的 有火才有热 有热才可能出现火 所以说呢 我们讲啊 火热之邪呀 一般是往上走 你看自然界这个火和热 都是往上去的 那么呢 一般的人体要有热的话呢 绝大多数容易出现 上面出现 症状表现 就像刚才说的 牙床疼啊 口气比较重啊 眼睛红啊 耳朵胀啊 这一些的 鼻子啊 起包啊 脸上要起痘啊 这一些的 但是呢 个别的 个别的情况 热与湿相合的话 容易通过水这个道 往下走 那就通过尿道 通过这个小便的情况 就会出现什么呢 排尿的过程当中 尿道有热的感觉 严重一点会尿路疼痛 然后呢 小便的颜色比较黄 小便的气味比较大 这都是热的表现 そうですね 对